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明晚的剧情当中苏大强是带着小蔡出门要去领结婚证 谁知道这明镜就堵在门口 而且还是气势汹汹随身带着菜刀 还好这明玉是及时赶到劝住了明镜 明玉找到小蔡摊牌 直言支持两人真心相爱 但是如果说房产证上加上他的名字 那每个月两万多的贷款就要落到他的头上 小蔡一听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苏大强 这苏大强是说干就干卖掉了房子 而且还是起草了和名城名誉断绝亲子关系的协议书 来找到小蔡 他想要向小蔡表明自己的真心 是要真心实意地想和他过下去的 小蔡非但没有感动 而且还对苏大强一顿讥讽 表示说如果没有房子 谁愿意和他一起和西北风呢 这下可好 备受打击的苏大强又会做出怎样出格的行动呢 让我们一起往下看 明城来了 明儿要去哪儿啊 我 我要告诉你了 我和蔡阿姨要结婚了 不能去 我答应蔡阿姨了 必须说信用 爸 我妈走了不到一年 尸骨为害 这时候结婚不合适 你妈管了我一辈子 现在她不在了 谁也管不了我了 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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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能老子想想 他爱你什么 他凭什么要跟你结婚 结婚房产本就要改他的名字 这不是摆明了要骗你吗 我干嘛 谁说我骗你 你闭嘴 你闭嘴 蔡非诚 把刀放下 这房产证啊 暂时还不能加你的名字 我真是为你好 这房子问题太复杂了 可能我爸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清楚 有什么问题吗 当初买这个房子 大部分钱是我大哥出的 我爸和老二只出了很小的一部分 关键是这房现在有贷款 每个月月供还是我大哥出的 那 这房子不是你爸的 是我爸的 房产证上就是他的名字 但如果他执意要加上你的名字 我想大嫂会不乐意的 至于我二哥你也看见了 他态度明确 主要是我大哥现在失业 大嫂要是一不高兴断了月供 这每个月两万多的房贷 就得让你们自己掏了 蔡姐你去哪儿啊 你别走了蔡姐 小赛 走了 老弟们等我 我的菜更花吧呗 我回家了 你赶紧给我走吧 没房没钱 你让我跟你一块儿喝西北风吧 你别跟我说感情啊 我最近最不相信的就能感情 是不是你说要跟着结婚 是不是你说要在房产证上去 是不是你说要保护我 是不是你说 你做梦吗 骗谁呢 掉头你就让我零八走人了 啥也不说了 爸就希望你 过好自己的日子啊 把小小苏抚养成人 那就心满意足了 如果有来世的 咱们再做负责 你看这苏家的老问题还没解决 这新问题马上就来了 真的是让人不省心 各位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剧情 明晚19点30分 浙江卫视都挺好不能错过 除了让人期待的都挺好 我们的周波剧场 古装励志剧《重儿传奇》 依旧精彩上演 是的 那么在今晚的剧情当中 《重儿》是发现了 自己衣服上的图腾 力衡就跟他解释说 按照力荣的习俗 把自己的名字和图腾 刻在《重儿》的衣服上 寓意是要绑住心爱的人 《重儿》帮力衡安排送信 回力荣报平安 他答应力衡 若是自己没有空来驿馆 他可以随时去府上联系自己 《重儿》赴约去见齐江 齐江试探了一下 《重儿》和力衡的关系 把亲手做的预计送给了重儿 力衡就发现 《重儿》换了新的预计 知道其中的一子 心里是非常地吃醋 《重儿》面对齐江和力衡 将如何抉择呢 让我们一起往下看 公子 公子 屋里那位是 是姜弟 姜弟 是公子的亲兄弟吗 虽然不是亲兄弟 但盛死亲兄弟 总之呢 对我是很重要的人 好 很重要的人 公子 是姜弟 是姜弟 亲自做了送给我的 公子知道这个人形玉姬的寒意 这个寒意物还真不太清楚 总之是姜弟的一番好意嘛 对了 昨天晚上 好像我也送给了他一样的预计物 但是想不起来是什么 只要送轻了 姜弟 岂不是会吃亏啊 公子 准备会面了 好 我去去去来 没想到啊 我今天如此幸运 一睁眼便看见一个大美人 美人 你可知道你有多美 我喜欢 你可曾婚配 若是不曾婚配 许我可好 这 我 这是我给崇尔公子的 你还我链子 原来 你就是这条链子的主人 既然如此 正好 看来我们缘分天定 你非嫁我不可了 怎么 公子 姜弟他 怎么 他不是好人 姜弟不是好人 这怎么可能 他人可好了 他对我 他对你怎么了 我怎么可能是坏人 老二 我 我不管啊 反正 我就是看上这个美女了 君子有成人之美 你可不许跟我争啊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 你要照顾我一辈子 对我好 不许失言 小林 你说的是真的 这种事情是不能开玩笑的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反正我就是喜欢他 可是我跟他已经两情相悦了 你 欣赏完了精彩的电视剧 明天晚上 新一集的王牌对王牌 又将和大家见面了 没错 在明晚的剧集当中 各大古装剧主演 西数亮相 更有环珠格各大成剧 节目有多精彩呢 让我们一起来先读为快 王牌 武装演员队霸气踢管 王牌家族队暗藏玄机 谁才是王牌卧底 像王燕娘娘 怎么看都像贾娘娘 怎样的溺涵 让皇阿玛晕头转向 我开心的晕了 我享受的晕了 我晕了 王牌彻底晕了 谁的来到令众人惊叹 叫琴儿散泪 我不听你的话 我又狠实地离开你 王牌家族秀演技 恼羞成怒惊重人 我猫 我猫 本周五晚21点10分 王牌对王牌 争作时代王牌 感谢各位收看本期好看中国蓝 明天晚上不要忘了 王牌对王牌第四季 继续和您见面 当然还有每晚19点30分 播出的都挺好 一定要记得锁定收看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